我 这你看着好小哦 是镜头看着会比你本人大一些 就是看你真的就感觉 就年纪很轻 还行 我本来年纪就轻 比较小只一点 我们九二的 我们其实不小了 对 哎那我们一个生肖 我跟你一个生肖 对 你带他一轮 对 你带他一轮 为什么不能想他一轮吧 我们应该是同龄 这其实对跨不太好 这个姿势对吧 对我被很多医生警告过 是真的 但是这不行 除非你都很干 让我抱住他 我真的是太坏了 这有后果的 我现在就是这样在调整 所以我就强迫自己 那你怎么样自己坐得住呢 强迫的 我也美的 好看的 救命啊 再给他传递我很紧张 以及尴尬的信息 他们也不来点音乐 就现在就应该放一些动词大词 没关系 我可以演 我可以放歌 对我周春董 我应该放你的歌是不是 哇 哎 求你了 做个人吧 哈哈哈哈 当然了啊 你等你今晚回上海吗 没有 我去去南京 一个演出 打了 你还会唱周星星 哈哈哈哈 范晨晨 这首歌 我不太会唱啊 冷酷 我像范晨晨 哈哈哈 你还会唱周星星 因为我从小就是自己长大嘛 所以我跟父母联系 其实非常少的 包括之前在那读书 可能也就顶多了 也就一年一个电话 一年一个电话也真是 我跟我爸妈就从小就是 他们就很 但绝不是不爱 对 因为他们 那种爱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 一大清早就走了 而晚上很晚的回来 所以我就一直自己管自己 包括到大学 我读大学 那更是一年一个电话 当时就突然就 我也不知道吧 可能就三四年前 突然觉得 好像爸爸妈妈好像 好像年纪大了还是怎么样 就开始觉得自己 想要跟他们多去沟通 所以就到现在 我就从一年一次电话 到后面可能一个月一个电话 到现在可能一个星期一个电话 到现在就是两三天一个电话 天天还要调节他们俩吵架 嗯 他就 哟你爸今天又在外面说 妈妈怎么能怎么去吃呢 好像爸爸都爱老爱出去喝酒 我妈也老爱说无声 反正就是现在还要调节他们 然后就是还有很多人说 打电话不知道跟爸妈说什么 其实你不用说什么 你就打电话 喂 好吗 怎么样 还可以是吧 那挂了 听到你的声音 十秒 哪怕你每天十秒 就父母都会觉得够了 而且这个习惯形成 父母会愿意去跟你分享他们的生活 我觉得这就已经是一个 还蛮好的沟通方式 对 好多年轻人都觉得说 我爱你们 我可以为你们做任何事 但就是可能没法跟你们聊天 但父母可能说 你不用为我做任何事 我只是想跟你聊聊天 对 就是我现在特别爱回家吃饭 然后也特别愿意把我工作当中遇到的 所有的事情都跟我爸爸妈妈讲 因为我爸爸是完全听得多 而且我爸爸还能支招 我妈妈就特别特别简单 我妈妈就说你吃饭了没有 吃饭了没有什么事 然后完了之后我妈妈看电视 我就抓着我妈妈的胳膊 我就靠着她在肩膀上睡一觉再走 就每次 我觉得在妈妈肩膀上睡十分钟 哇 香到 香到不行 真的是 而且妈妈身上永远有一股那种 这是妈妈的味道 妈妈的味道 都特别安心的味道 对 那至于说 比如说我今天有点咳嗽或者什么 这些我就觉得没必要讲 对 因为他一定会放弹你的痛苦 对 对 是不是 对 如果说科普内容是躯干 形式是翅膀的话 李不言和汪文杭的翅膀做的更好 对 但是冯琛跟张恰的躯干 还是做的更好 为什么呢 首先他们集中讲一个饼 费姬姐 李不言和汪文杭的时间上 俩放在一块 是会有点乱活的 还有一个我觉得 冯琛跟张恰的配合很好 控场能力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 内容的学术性方面的 就虽然咱们不能够太过专业和太过学术 但是老百姓也挺需要学到点真东西的 不能光是整天吃啥喝啥 这些特别常见的这些 东和这些 要我还是会选冯琛和张恰 感觉被打动的 因为我方的代表还没出场 那卢主任说服他们 卢主任上 卢主任上 其实就是汪伟航跟李不言刚才讲的 就是他们的痛点就是在内容过于繁杂 但是江凡也是他的优势 因为给他讲下来了 而且亮点都在后面了 就是跟唱歌一样 就是高潮在后面 你前面唱的差点无所谓啊 有所谓的 一箱嘴还是 怎么会这样啊 每一个音符都很重要 怎么能这么说呢卢主任 哈哈哈哈 我们这边的歌手不能承认这一点 卢主任 卢主任 咱们从咱自己的专业教的 哈哈 拉票失败 哈哈哈 不妨再以记者这个职业为代表再说一下 其实宣教的话一定是让老百姓领到东西 领到知识 领是吧 这位主任 我我我觉得我还要再拉最后一次票 我这回拉票的对象是毛毛 我就想问吧毛毛最后一个问题 没有翅膀会死还是没有躯干会死 没有梦想会死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赢了 二十多岁脑出去 二十多岁脑梗 中风这个毛病以前 觉得没个六十岁 对 对啊 不可能啊 但是最近两年二三十岁脑梗可多了 对 小时候没觉得我们这个四十多岁年龄会这样 那现在好像这是一个真的很常见 对 我们在不是要恐吓大家 确实是要注重自己的身体 要正式面对这些事情 但凡你来急诊看一天 回去好好做个人 哎呀 这句话太帅了 记下来这句话大家都看节目的赶紧唱 你没生病的时候觉得健康 对你来说是附属品 当你失去的时候这是必需品 是是是 而且刚才视频里面有一个 他说的是五个月身体 其实就会发生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变化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间隔 去做体检是最好的 我们一般是一年一次嘛 哎 现场超过一年没体检的 请举手 哦 叶老师也是啊 哇的小手举的 毛毛难道很 我前段时间刚剪过 我那你前段时间之前有多长时间 哎呦就是我们不谈那些 哈哈哈哈 真就绕过去了 我们就说现在 我就健康意识上来了 对那我们看节目的 如果超过一年没有体检请打一 还请多一 超过一 哈哈哈 那你能不能承诺我们 从今天开始 最近什么时候能去体检 哇 那是明天吧 要不过个年再说 哈哈哈 理由很重 是哪个年呢 过 明年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启动这个事情非常艰难 就每次想着说我都预约好几次了 会不会是因为体检的时间往往都太早 哦 真的是 说中了 可可我来个几个掌 你们看见了陆主任的白眼吗 我是看得很清楚 真的是 说中了 哈哈哈 这个理由我也是 好多多 福气了 哈哈哈 毛毛找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总而言之我觉得每个人在这方面确实对自己要权后一点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义的两位 医生相当于给我们这个加油团进行了宣教 对吧宣传教育 你跟你法学院的前男友找的中介公司里面有大哥 你瞧不瞧 哈哈哈 你瞧不瞧 你说这事瞧不瞧 下次看中介还是看工介有大哥吗 哈哈哈哈 没有大哥都没有 纹身吧 纹身有纹身吧 对 有纹身吧 有大哥吧 对 有几个吧 还有吗 徐律 我把刚啊 九个年 哈哈哈 对有一些怎么去选这个房子的一些提侦 比如我知道在上海 最好不要选一层 好 一层 怎么选 你问徐律师 你稍微有点为难他 徐律师我又不是中心 他已经讲了 我因为从小住在上海 我没有住过房子的好不好 哎干嘛好嘞 哈哈哈哈哈哈 徐徐有没有意识到自己说了哇 没有 哈哈哈 超好笑 你还冷吗 好多了我把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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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 Christie 是呀 哎我不觉得上海我老表层呢 有 哈哈哈哈哈哈 根本能够我刚上海舞啊 啊可以啊 啊好了好了 够了够了够了 你也是上海人吗 没有我在上海工作 我们那个公司在上海 对他很像他很像 我以为他是本地的 对的哦 哈哈哈 你干脚把我抢了 对啊脚弄我抢了 那我觉得徐女士就得带一点上海口音 对他特别可爱 对我们的上海利人 哈哈哈哈 一直都只兼顾到了利人 没有兼顾到上海 这一集终于终于兼顾到了 关键就是上海